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Cassandra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跟冬天有关的 就是我冬天大衣的一个合集的分享 因为我住在多伦多加拿大这边还挺冷的 一年大概有一半时间都是可以穿大衣的 然后呢,所以我给大家来把每个大衣都上升 给大家试一试跟分享 给大家推荐一些可能适合你的冬天可以穿的大衣 那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呢 有很多可能你都买不到就是一模一样的款式 因为很多都是我以前买的嘛 但是呢,我会给大家推荐就是那个类型跟那个款型 然后给大家找一些类似的款式 我会把我找的各种类似的一些款式的链接 都放在我这个YouTube视频下面的西纪栏里面 这样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西纪栏来进行参考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都有哪一些冬天的大衣 包括羽绒服啊,妮萨衣啊这样的等等 那么今晚看这视频吧 我脸上带着这个妆呢,我已经录好了视频 如果你想要看这个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妆会先发 这个视频会先发 如果还没有发的话,下个视频就会是这个 所以呢就订阅就不会错过我这个妆容的这个视频啦 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大衣都在后面了 你们就可以忽略我会一个一个来讲 觉得就是先从不那么暖和来讲呢 第一个呢就是妮子大衣 因为妮子大衣其实在秋天 像多伦多这边很冷嘛 深秋的时候都是可以穿妮子大衣的 然后妮子衣我觉得就是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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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必备的 我认为你可以必备一个黑色 如果你喜欢穿那种裸色系的话 你可以买个裸色的 其实最好还可以再备一个就花一点的颜色 比如说那种格子的呀 或者是蓝色那种有一点样式的那种妮子大衣 这样你可以里面穿全黑 然后配上那个有花纹的或者说样式比较不一样的妮子大衣 然后我手上有的呢就是一个是黑色的 一个是棕色的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百搭 像这个黑色的特大衣呢 这个是Petite Studio他们送给我的 但是我这种一直都有在穿 你买一件这两个好的特大衣 真的可以穿很长一段时间 挺薄的是种很有款型的 我觉得这种黑色的衣 其实最好买个那种就版型的 看起来比较酷一些 然后这种棕色的 你可以买那种像Max Mala那种 就是那种比较女人味的那种 比较适合这种棕色的款式 这两个我觉得都非常的百搭 像黑色的这个呢 我比较喜欢在里面穿帽衫 我觉得就那种反差 这种黑色的帽衫 然后把帽子戴起来 然后穿上这样的女子的黑色大衣 我觉得很酷 这种棕色大衣呢 里面如果穿裙子呀什么的 还是配棕色好看一些 这个我是在Aresia买的 是Babaton他们这个牌子 他们同一个款式已经不慢了 但是Aresia有超级超级无敌多 各种版型长度的款式的女子衣 就很多可以选择的 而且女子大衣呢 我一般是建议你去买那种有腰带的 如果你是矮个子 像我这样的身高的话 既有腰带的话呢 还是比较适合矮个子一些 那种特别oversize那种长折袋 就不太适合矮个子来穿 尤其像冬天本来就是 你穿的衣服就很多 就很累穿 很多层的来叠加嘛 如果你有腰带的话 就会更喜欢你不那么臃肿 就更put together一些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建议有腰带的 但如果你这种超模身材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忽略 我说的这个内容了 总之我觉得女子衣是很好穿的 而且其实像天气冷的时候 你如果里面多叠加几层 你把这个女子衣 不要买得太紧身了 你稍微买宽松一点点 女子里面穿个秋衣 然后再叠加一个毛衣 可以再叠加一个夹克 就皮衣什么的 轻一点夹克 再穿女子衣 其实是又有层叠 这种穿大的感觉 又保暖 然后呢 你又可以就是多种办法 来用你的这个女子衣 是很实惠 我觉得确实是个很好的 其实买大衣 整体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因为大衣本来就是很精穿的东西 所以我一般大衣 就推荐大家去多花点钱 就买一个好一点 第一个就是女子衣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不那么保暖的衣服呢 就是皮毛一体 像最火的最高阶的 就是ZARA的那个牌子 就是那个 有很多那种扣子 那种包裤子的那种 就那种大衣 其实就是很高阶的 很多人穿 但是我依然觉得就非常的好看 我每次大街上看到那种 只要你会穿 你穿那个皮毛一体的那种衣服 都会觉得很酷 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很多明星都有穿过那样的衣服了 像我记得ZARA卖 好像只要199加币 也不是特别的贵 其实我自己买的呢 并不是那种皮和毛一体的 我买的是鸡皮的 也算是皮毛一体 像这样的款式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 里面是这样的黑色的这种皮草 然后外面是这样的 鸡皮的 然后我这个袖子 下面这个地方是毛线的 所以它这个袖子会更stretchy 就是能够撑开 能够放下更厚的一些毛衣啊 什么能够穿进去 就非常质量非常不错的一件 然后我这个牌子是The Coopless 这个法国牌子买的 当时我买的时候打折 只要三四百加币吧 就对这个这样的时候 超级无敌的好 而且我觉得大衣买鸡皮的吧 就不是特别的难护理 就我买这个鸡皮大衣 我都没有干洗过 它这样就非常的好 也不脏 它不像鞋 就比较难打理 这种鸡皮大衣就还可以的 我现在看这个大衣 我想穿起来 因为它太舒服 因为它里面这个皮草吧 也不是真的 但是就做的这样非常的好 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它看起来很贵气 然后也是有那种 有那种很干练的 那种白领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很百搭 很多时候冬天呢 往往也会偷懒嘛 穿一些这种全黑 它虽然是黑色 但是它有不一样的这种 material 有不一样的材质 你有皮草 然后还有鸡皮 会让你觉得你的黑色 不那么单调 不是说就总共大为 都是一种款型的黑 这样会有去有 不同的这种深浅度 就还是有一点点层次感的 而且这个衣服 真的非常的暖和 你零度左右 零下三五度 还是可以穿的 非常暖和的一件 然后像我那种 一模一样的款型的衣服 Nostrom有好多好多件 你可以就是 到处都有 非常多 第三个的类别呢 就是这个泰迪熊大衣 其实泰迪熊大衣 是最近嘛 我就才火起来的 然后就是因为 是Max Mara出的那件 就超级无敌贵 又长又大 根本就穿不了 那个衣服 如果你超模的身材 就还是忽略 我刚才说的内容 但是现在泰迪熊衣服 非常火 一个是看起来 就是很贵气 但是皮草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就让你觉得 那种很温暖的感觉 就看起来很好看 也很时髦 所以泰迪熊衣服 我一共买了两件 这两件是这种 最火的颜色 一个是这样的 就经典 像Max Mara这样的颜色 这种裸棕色吧 算是 我这个买的 其实是个Balmer Jacket 就是那种短的夹壳 但是真的非常的暖和 就只要你买 对好的 都是很暖和的 我的这个里面 是夹绒的 然后外面是这样的 就非常的暖和 很多层是很厚的 你里面只要叠加到位 零度穿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它里面 是这个这样 稍微有点扩型的 这样的外套 我这一件 是Oak & Fort 这一个牌子买的 这是个韩国的牌子 然后北美有很多店 我觉得这个衣服 还是很棒的 就是很百搭 就像这样的裸色吧 你配黑的 配白的 还是配彩色 它都配得起来 因为它不是那种 很暗沉的黑色 所以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棒的 另外一个我买的这个呢 我被很多很多人 跨过这件衣服 这个是Topshop 我买的这个 白色的泰迪熊的大衣 然后它是这种长款的 上面是带一个 这样的扣子的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 兜口袋 现在这样的大衣 特别多 就到处都能找到了 其实我买的这个是白色嘛 就比较怕脏 现在这个衣服上 已经有几处都脏了 但是我买这个大衣 只花了60加比 所以我觉得 这衣服脏了就脏了 我也无所谓 我当时差点就要买两件 就囤着它 那就这个衣服 就确实是非常的 保暖 就是像这种厚重的衣服 还不会冷的 你只要里面 叠加到位都不会冷 然后你戴一些帽子 围巾都不会冷的 然后我觉得很时髦嘛 本来就白色衣服 你要是冬天 穿着纯白的衣服 又是皮草 觉得很美 然后像这种大衣 你们可以穿裙子 穿这种过膝靴 都很好看 就非常的贵气 很适合约会什么的 其实这个衣服 平时我就是穿这个 然后穿一个有点裤 穿个白色的跑鞋 就可以去上班了 然后也不会觉得很夸张 但是真的是 每一个人看到这衣服 都会说好看 那说完这个泰迪熊大衣呢 最后的一个类别 就是最保暖的 严寒的 这个类别 就是羽绒服 其实羽绒服 像多伦多这边嘛 一般大家都是买这种 真的是就羽绒服类型的羽绒服 就parka那种 外面是挡风挡雨的那种羽绒服 其实那种的话 我觉得加加大 还是要备一件的 就是不然还是真的会冷 但是呢 我觉得羽绒服 也是可以穿的好看的 这件衣服是我去年 年底黑五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有推荐过的这个衣服 去年那会儿 黑五有打折的 今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但是这样的款型 还是挺多的 这个我买的这一件呢 是这种就是羽绒服 是那种七亮皮的质地 但是它的这个侧边呀 领子呀 你看它都是有这种毛帽的 这个牌子是open ceremony的 然后呢 这个衣服就特别的宽松 有版型 很酷 很街头 很酷的那种风格 但是呢 它有保暖 而且里面呢 可以塞很多件衣服 就它非常的宽松 你可以里面不停地叠加毛衣 各种各种 往里面穿 最后要套上一个这个 就很漂亮 其实它稍微有点 不那么适合小矮个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个短款的衣服 就它还挺crop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穿的 因为本来其实冬天 你如果真的是个矮个子 你怎么穿都不会显高的 因为你必须要保暖 对吧 所以只能就是在保暖的基础上 能够尽量的显得自己高一点 就 我觉得就可以了 而这个衣服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穿那种皮裤 高跟鞋 可以配着就很酷的那种 然后你可以穿牛仔裤 就那种 如果动牛仔裤 它配着那种跑鞋 可以很街头 然后羽绒服同款类别呢 我们肯定是要讨论一下 这个加拿大这种 最火的羽绒服的牌子 对不对 然后其实 加拿大牌子 我基本都买过 Canada Goose 然后我每一次给他们买一服 都会自己先穿 穿完之后再给他们 所以我又是有 穿Canada Goose的经验的 一会儿会再自己讲 然后呢 我自己先手上用的呢 是Macage的这个 最暖和的是什么 可以防止零下三四十度的那种 parka 就是最后的那种版本 是黑色的 然后是种棕色的这个毛领 然后我还买过加拿大 就是这种国名品牌 Rizia TNA下面的那个羽绒服 我把它放个图片在这 这个羽绒服被我送给我妈了 因为这是我 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嘛 那会儿不是很懂 我就买了那件衣服 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就是我穿过这三个羽绒服的 这种使用感受 这种对比吧 首先我觉得就是 防寒程度上来说的话 就真的就是说 谁最暖和 我觉得加拿大鹅和 Macage这件是一样的 一样暖和 TNA那件呢 其实不那么暖和 它就是没有这种羽绒服 做得厚 就这种很专业的吧 就它感觉它那个绒毛 或者那个鸭绒什么的 它没有装的比这种 柜牌子装的要厚重 所以它就是没有这种牌子保暖 但是你如果就不那么怕冷 就是你就看那Ghost 或者说Macage就太暖和 你不需要的话 那TNA就是很好的选择 而且它那个 它外面的那一层parka 是很防水防雨 就是你可以基本上不带伞 你出去下雨的话 暴雨你会不带伞 然后你一会儿就干了 它外面那个材料 跟这个柜牌子材料 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它里面呢 没有那个暖 你能感受到TNA的一个 就是比较便宜的原因呢 就是它没有 这种大牌子的修身 就它的这个款型 没有特别的急 就没有让你感觉 这个羽绒服把你就hug住 就没有把你这种 整个就裹起来这种感觉 就是还是有这种 昆松的余地在 而且它们那个也不便宜 当时我买的时候 原价是300多加币 加上是也要400出头了 也是挺贵的 因为其实像加纳鹅嘛 是1000刀这样 如果你买了它这1000刀 加纳鹅 你是终身免费替换的 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其实那400刀TNA 还是挺贵的 就我还是觉得 你要买 你刚才就买个鹅 或者你买个Couch 或者慕斯那种的 就是就买个贵的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你真的是 要穿一辈子 就是说完TNA 我们来再来说说 加纳大鹅跟这个 McCouch的区别 我忘了那个具体 那个型号的那个名字 我打了一个图片在这 也实际上是最暖和的那一种 我买的是XXS 加纳大鹅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那个腰上 是有抽绳的设计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腰 抽得非常的细 这样都会让你显得 就是比较 人没有那么肿嘛 但是呢 我觉得加纳大鹅 我穿了两次嘛 因为我买了 我不是一共买了三件衣服嘛 就加纳大鹅 有个很严重的现象 就是它掉毛 就它那个毛 会从那个衣服 那个就裁缝线 那个地方露出来 不是每一件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也不是说你一穿 就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加纳大鹅优点 就在它的款式比较多 颜色选择很多 然后McCouch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了 然后我这个衣服 买的非常的便宜 我当时是在就是年初吧 是1月份 还是2月份的时候 我在多伦多的HR买的 这个衣服当时我加上睡 它只要500多出头 就是非常便宜了已经 而且质量是真的非常好 它的缺点就在于 它衣不够长 就大腿根的这个位置 就刚刚盖过我的屁股 就没有不是很长 所以会稍微有那么点 冷腿的位置 但是上身的话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前面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单独的拉链的 你可以先把这个拉链 拉到你的这个 一直拉到你的下巴这个地方 然后它外面又有一层拉链 就等到它有两层拉链 所以就非常的防寒 就是你在这个胃跟腰 胸口这个地方 最怕冷的这个地方 它有两层防护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领子拆下来的 就它这个领子呢 跟它前面这一层 拉链是连在一起的 你可以把它一起拆下来 这毛领子会被你拆卸掉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那么冷的天气 你可以单独穿这个 就不要带领子了 它是有很多口袋的 就它第一层 有一个这样的口袋 里面是夹绒的 然后外面呢 还有一层这个拉链 这个口袋 然后它的胸口这里呢 还有一层口袋 就口袋很多嘛 而且你的手是很暖和的 因为它口袋里面有夹绒 它的袖口是非常紧的 这一种 就能够把你这个 手腕这个地方给护住 风不会这样进来嘛 所以就暖和程度来说 我觉得它跟GOOS是一样的 它比GOOS要便宜 它只是款型 没有那么多 好那以上就是这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关于我冬天 所有的大一合体的分享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了 今天这所有的东西呢 我会尽量的找一些类似款式 把链接放在 我这个YouTube下面的新栏栏里面 如果喜欢这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